嗨,今天看看挪威最美的图书馆吧 这个图书馆号称11年才最终开门迎客 不过这个速度在挪威已经不算是最慢的 咱们进来看看吧 一层有主要的服务设施 登记办卡还书还有餐厅卫生间等等 坐直梯到了最顶层,从上往下看看 这儿是我认为图书馆最美的一个阅读区 光线充足,座位舒适,对面就是奥斯陆割剧院 一抬眼就可以看到游人在割剧院白色的房顶上漫步 这可是奥斯陆最美的景色之一 如果你来玩,千万别错过,而且免费 独特的采光设计是戴克曼图书馆最有特色的地方之一 整栋建筑都是开放式设计 顶层的几个几何星天窗 朝向不同的方向,让一天中任何时间都可以有自然光 无遮挡地照进来 戴克曼图书馆一共有六层,包括了不同的功能区 通过不同的色彩,装饰,家具,营造了不同的阅读气氛 中性的色彩和材料运用让人感觉安宁和寂静 图书馆的又一大亮点就是儿童区 一到周末有很多父母带着孩子来这儿 既可以看书,还可以玩 堪称六娃的绝架去除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蓝色的体验区 因为疫情的原因暂时封闭了 好遗憾 在里面逛了一个多小时 接着我要去对面的奥斯洛哥剧院 再看看这栋最美的图书馆